隋一专案玄冰今年3月结婚后 6月亲自在社群上宣布怀孕 而10月底时经纪公司也对外宣布宝宝性别是男孩 预产期则是在12月 不过就在17日 还没爆出有演艺圈相关人士爆料 隋一专已顺利生下宝宝的消息 还透露了母子都很健康 之后将在首尔E三栋的某间月子中心进行产后调理 比预产期更早生产 两人提早生隔为父母 经纪公司随后证实了孙义珍确实已经顺利产下儿子 而神兵近期有新电影要出国拍摄 先前才传出完了老婆小孩要调整行程 最久几天前飞往蒙古剧船预计28日结束蒙古戏份 原本应该是赶得上12月的预产期 不过新生命突然提早降临 神兵似乎人还在国外 不知道会不会赶回国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